接下來 請大家跟著我進入獵人的時光機 讓我們一起回顧這個版本中 大家所有可以得到的獵人角色卡 好 首先是這一次抽卡 總共有三大獎 小潔 奇亞 跟庫拉皮卡 那今天開始有大獎加倍 所以大家如果說還沒入手的話 可以把這三大獎最後時間帶回家 那 一樣是抽卡機的小獎 那這一次總共有四個小獎 那分別是我們的 奇亞的哥哥 伊爾迷 喜歡真人的伊爾迷 跟雷歐里 最雷的雷歐里 雖然他很雷 但他在最後還是 在獵人原作中 最後還是 有發揮一個非常意外的用途 大家 這個就留給大家自己去看原作啦 好 那接著是比斯吉 肌肉妹子 大家一定要入手 這張卡片我認為不入手絕對會後悔的一張卡片 那再來是西索 西索 我覺得他 在實戰之後 老實講他的限制還蠻大的 但他的增傷倍率的確是蠻高的 那他在原作中也是一個非常迷人 又反派的角色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西索的話 也可以在抽卡機裡面找到 那以上就介紹完這一次抽卡機的所有角色啦 那接下來呢 就要介紹到 雙周副本 以及夢魘吉 就是 蟻王跟他的三戶衛軍 那這隻蟻王呢 不知道大家都有沒有入手 這次夢魘吉的蟻王呢 如果沒有入手的話 只能幫你QQ了 因為不知道下次還會不會復刻 那如果說你有入手蟻王的話 你可以再趁最後這個機會 就是現在雙周副本還開著 我們的油皮跟我們的 普夫都還開著 所以大家可以趁最後這個 這段期間把這個雙周副本卡片 呃 就是蟻王的護衛軍入手 那這個比較可惜 現在比多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他是前一陣子出的戰力級 不過現在我今天有出一個關卡 是矚目的戰鬥 那大家也可以入手這個 比飛 呃 尼菲比多一張 所以如果大家也可以 呃 也可以 入手他的動態造型 這邊再來給大家看一下 嘿 動態造型 呼 有沒有 呵呵呵 這就是 蟻王跟他的三戶衛軍啊 最後來介紹一些 其他新增的角色 那你可以在競技場中換到凱特 凱特 這個 嗯 就是有點小QQ 接在貓 貓女之後介紹他 那他在原作中 嘖 是一個推動劇情蠻重要的角色 所以大家如果說喜歡他的話 也可以入手 在競技場中 大家可以用特定的點數中換到他 再來是會長 就是這一次的討伐戰 大家也可以 現在活動應該還開著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 在 呃 討伐戰中 看到我們的尼特羅 雖然說他的強度有點 差強人意 但是我相信大家還是會為了這張卡片 就是 想要紀念而刷這張卡片的吧 再來是團長 團長我覺得 呃 我有點低估他的主動技能了 後來 實用發現他的主動技能還不錯 CV6就有兼具福的效果 而且還可以克 克制敵人屬性 等於是又多了1.5倍的增傷 所以 呃 骷嚕嚕他是之前 我們第一次開放的地獄集 所以 呃 如果有入手的大家的話 呃 如果大家有入手這張卡片的話 就是 呃 希望之後還會再出他的夥伴啦 嘖 期待 然後這是這一次的 專門的練技能小怪 那他可以 他 他可以給這一次獵人有600回合的增加回合數 那除此之外呢 他還有其他一些之前出過的系列 所以也可以為這個 呃 練技能小怪 所以他算是蠻佛心的 那大家可以在這邊看到 那 如果說你為給 不是這個系列以外的人的話 就是50回合而已 所以還是建議練給這些 這些 大家看到的這些 系列 好 那是不是還有一個 最後一個神秘的角色沒有介紹到呢 這個神秘角色在 我們的 素材 背包裡面 沒錯 就是我們阿路加 那他入手的方式 相信之前有為大家介紹過了 現在再為大家介紹一次 就是 呃 第一個就是你登入遊戲 第二個就是你現在儲值 就會送你阿路加 第三個就是 你打會長的討伐戰 20次 也會再送你一張阿路加 所以你總共會得手 呃 得到三張阿路加 那許願的方式 我在另外一部影片 也有詳細的為大家做介紹 所以這邊就不多做贅述了 以上就是介紹完這一次 所有所有 獵人 在神魔中出現的角色啦 不知道大家 入手幾張呢 也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好不好 那也終於 我們獵人的合作告一段落了 不知道大家 最喜歡哪一個角色呢 也都可以留言 跟我們講 25次 好 更正 要打25次 那個 呃 25次會長的討伐戰 才會入手阿路加 抱歉 更正一下 最後最後 就讓我們期待下一次 會不會再有跟獵人合作呢 也不一定 所以 大家也可以去官方那邊留言說 真的很喜歡獵人 然後 如果他們一直聽到這樣的聲音的話 那他們就會 考慮再次的 跟獵人合作 也不一定 所以 大家就可以 好好 享受這個最後 獵人合作的時間啦